兩名黑衣男手持球棒 拔腿狂奔還不時回頭 就擔心後方有人追上 分開逃逸跑了好幾個路口 以為成功閃躲 但行蹤通通全被電眼錄下 流沙芋頭攤位 玻璃碎滿地 老闆一臉無奈 這下生意根本做不了 原來幾分鐘前 好幾名黑衣男胸神惡煞 眾目睽睽下持球棒雜電 警方獲報到場 老闆趕緊描述嫌犯特徵 希望能儘速將人逮捕 事發地點就在臺北寧夏夜市 上週六晚上九點多 正是夜市人潮最忙最多的時刻 嫌犯完全沒在怕 大膽動手 也嚇壞 附警談判 雜電的三人公稱 是為了要幫朋友出氣 林老闆懷疑可能是前陣子 跟朋友催討十三萬債務遭報復 但動手的三人互相不認識 以讓警方懷疑可能背後有人指使 第一時間在三小時查棄盜案 後續也將擴大追查 嫌犯囂張犯案選在人多時下手 好險沒有傷及民眾 不過這一砸老闆只能被迫提早收攤 當日賺到的錢 這下全部變成維修費